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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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個星期 我們究竟講什麼日文學呢? 住我們也講過 逛街的店舖我們也講過 所以我就想到 這個大家可能會有需要用到 但是我們也未學的 就是如果你去瘋狂 購物完之後 要爆箱拿不到回香港的時候 你就需要去 去郵菊 去寄一些你的賤美品 所以我們今天講一下 關於郵菊的日文吧! 第一個我們由最輕手的開始 就是如果你去郵菊 是純粹寄明信片給你的朋友 做手信 你就很需要他的郵票 郵票的郵文我們會寫作 切手的 記得切手不是切了你的手的意思 切手是郵票的意思 讀法是 記得 而你要寄給你朋友的那張明信片 我們會叫做 Hagagi Hagagi 然後去到Level 2 你需要寄厚一點 重一點的東西的時候 就需要用到一些箱 箱的日文 會叫做 Damburu Hako Damburu Hako 當你包包包包包包 這個紙箱之後呢 你需要一個封箱膠子的東西 封箱膠子的日文 我們會叫做 Gamute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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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膠子都不夠了 你可能需要一些繩子 紮住一些東西 讓它不要掉 的時候 你想問它拿繩子的話 繩子的日文 是讀做 Himo Himo 下一個要說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寄一些 異碎物品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多這個 Bubble字 包包一層層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爛 在日文上 我們會叫做 Kusofuto Kusofuto 完成了包書 包包過 包名順便 之後呢 你就去到Kantai 想問它 究竟多少錢 郵費呢 郵費的日文 我們會叫做 Yuban Nanki Yuban Nanki 然後郵差叔叔 或者職員 就會問你 到底你想要什麼 寄的方法 你可能想要慢一點的 旋運 就最便宜 還是要空運 貴一點 或者最快的EMS 但也是最貴的 那它們三個分別的日文 是怎樣說呢 第一個 我們先說旋運 旋運的日文 是 至於空運的話 我們叫做 空便 就是 至於EMS 除了可以寫EMS 除了可以寫EMS 之外呢 你也可以讀做 好 以上十個就是最基本 最基本 以及最基本 你去郵局 一定會用到的日文 來的 我們明天再講一點 再深一點的 形容一下你的 記記物品 或者一些附加服務 的郵局 的日文 那我們明天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可以追蹤我的IG 以及FACEBOOK 那你就可以找多些生紙卡 寫多些生紙 那我們一起努力了 明天見 再見 拜拜 我們明天再講一點 複雜一點的 就是 再加深一點 你有可能會用到的 一些油局的日文 我們回想看 Carnar 觀眾 野獄 是 到 非常 今天 那 是 來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